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你现在软弱不堪的时候 主怎么会将你这软弱的肢子砍掉呢 怎么会把你这受伤的生命撇弃呢 相反的 主会来找你 主会借着人 借着事情来安慰你 主会通过肢体来为你带导 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神其实一直在扶持你 其实在这一切当中 神一直在依赐你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向我们显明的 让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主的榜样吧 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四节 这里说 法利赛人出去 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医好了 又嘱咐他们 不要给他传明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看啊 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 所亲爱 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宫礼传给外邦 他不震惊 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牙伤的鲁灰他不折断 江蝉的灯火他不吹灭 等他施行宫礼 叫宫礼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各位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三个的榜样 第一就是当法利赛人要杀他的时候 他离开那里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惧怕的表现 这乃是我们的主不争斗不精正的心态 请问今天我们在做施工 我们牧羊人 我们传福音 我们是不是要证明自己所信的是对的 所以呢 无形中进到一种争斗震惊 如果有求主怜悯我们 也用他的榜样来光照我们 我在施工当中有时候也发现 有时就算我们争斗的得胜了 最后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得已出 我们乃是要让圣灵显出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了该说的 我们做了该做的 福音该传的时候传了 那我们要将一切交给主了 这是主向我们显明的榜样了 第二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 他悄悄的施行功力 帮助医治很多神的子民 我们从经文会知道 当我们主做了这一切之后 他嘱咐人不要给他传明 有时候 我看见很多人做神的工作 总是大事铺张 或者做了一点好事 帮助了人之后就要喧嚷 那这刚好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相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悄悄为主做的时候 传得更快的 当我们在暗中行善 我们心里依靠主 也向主而做的时候 主必得荣耀 他的公义和公礼必定被彰显出来 在我将近十一年的这个服饰里 我发现我最享受的服饰 就是我在暗中为主而做的施工 有时不但是在群众眼前正道 那更是在私下帮助弟兄姐妹 那回家之后呢 更是要爱护自己的妻子 孩子 那当我在暗中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发现 主都让这些成为美好的见证 那很多软弱主的子民 以自从中得帮助 得医治 感谢主 这是主的恩典 那主在这方面也给我们看了 他很微妙的那个方法 这也是最荣耀神的方法了 那最后主说 压伤的鲁灰 他不折断 江蝉的灯火 他不吹灭 弟兄姐妹 主爱他的子民 也爱他们到底了 所以当一个肢体 因苦难挫败 而软弱不堪的时候 我们必要保护他 要爱护他 要尽我们所能的 医治他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在 我们一个弟兄姐妹 这么软弱的时候 就是加上论断他 当一个肢体 因苦难挫败 软弱不堪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自己 现在信心的水准 来要求他 反而我们要体恤他 为他祷告 扶持他 这是我们主的心了 因为只要一个神的子民 还有一点点信心之火 主要再次把它燃起 各位 我们要把这样的小灯火燃起 不要吹灭它 但是在这方面 我们也要说到 如果一个人 或者一个信徒 他陷在罪里面 他仍然不悔改 那我们因爱他 要向他说诚实话 我们必定要将 我们的安慰 转成有一些的责备 一直到他悔改 谦卑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对他 说诚实话 但是只要人再次回转 我们要双手接应他们 但愿各位能够得着 主的慈爱与公义的精神 我们感谢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